还有吗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俩就是一些小东西 比如说电影票呀 照片呀 或者就是我们一起去哪儿玩的车票什么的 它都会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 可是有一次我就发现 他把就是我们第一次的合照 就打印出来的照片 就随便扔在桌子上面 而且都褶皱了 然后我就特别的特别生气 我当时我也跟你说过 我说那盒子除了放咱们照片 我还放我的U盘 我工作上要用的U盘 把照片拿出来之后 我肯定就忘了放回去 可是如果对你很重要的话 你怎么可能就 而且我就是这么一次没有放进去 他就一直把这个事情揪着不放 女生会认为说 这么重要的物件你不在乎的 肯定也不在乎我 我们说对你怎么样好不好 就是以前我生病的时候 他就特别着急 立马送我去医院 可是我现在说我哪儿不舒服的 他就装得听不见的样子 我就觉得这个男生变得也太快了吧 就是以前对我的各种好 就现在全部都看不见了 我就经常就是有的时候 他说他不舒服的时候 我都在回消息或者 我还会把照片放比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算我之前看到什么不太好东西 我都完全相信他 我就对他百分之百的信任 可是后来就是最近这几个月 有一次他去北京出差 他又去待半个多月 中间特别想他 我就想去北京找他 结果我到了北京 到了他住的那个酒店 然后我就看见在大唐 我就看见他跟一个 穿得特别性感的 一个三十多岁的一个女的 走在一块儿 我当时是惊呆了 不敢相信我眼睛 看了这些东西 那是我一个合作伙伴 我跟他约的是 在我们酒店的大厅 然后刚刚出来之后 撞见他了 而且事后我也跟他说过 我说就很正常的关系 当时他看见我们这个情形 他上去就给人推了一把 我就是轻轻碰了一下他 我能不叫推 而且我事后也给他道歉了吧 那是道歉了 但是我这个项目也没有谈成 可是现在我只能听见 从你嘴巴里面说出来东西 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到现在还是不清楚 对 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 连基本的信任 都现在没有办法确立 那你为什么从来不考虑一下 我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在北京还跟那一位女士 有肢体冲突是这个意思吗 我说轻轻碰一下他